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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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期的 老司推車 來到現場的是 2022年的 Golf Varian R 2.0的 320匹馬力 42.8公斤米的扭力 這麼新的車 終於被我們買到了 車主開不習慣 開了不到一年 8000多公里 把它賣給我們 那我們就加價買回來 拍試車影片 跟大家分享 因為這台車呢 是這個近期 其實也沒什麼新車 流入市場 也沒有什麼話題性 有話題性 我們差不多都拍過了吧 所以呢 那時候呢 出這台的時候 我就覺得應該是有點話題性 想要拍 可是賣太好 訂又要排隊 人家都是那個什麼 預購接單 才去年開始陸續交車 我是不知道你現在去訂還有沒有 我在猜應該也是要等 因為其實它很多零件還有缺 也待會跟大家分享 好今天第一次的 這個R版的旅行車 高爾夫八代的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長什麼樣子 開箱 它的寶桿就兩個顏色 因為我們現在現場這台車是白色的 那就是白色跟這個鋼琴烤漆黑色的氣壩 前面有六個雷達 然後它這個是方向燈的燈條 晚上的時候呢 燈條延伸到這邊會亮 235-359的鋁圈 358mm加大碟盤 加上它R卡鉗 可是它這個不算是四活塞那種 這就是原本的那種 應該是算雙活塞的卡鉗吧 只是說它的接觸面積其實變得比較大 可以看得出來它的那個來歷面變得蠻大的 好不好 側邊有一個鋼琴烤漆的一個R的飾板 那這是烤漆的霧銀色烤漆的一個 後照鏡的飾蓋 盲點藏在裡面 鋁合金行李箱全景天窗 那側面的側裙就比較低調一點了 沒有那麼高調 四出的尾管 好Mark下面也有一個R式樣 那你知道Golf為什麼會有Golf嗎 打高爾夫 不是 好像是有個名字叫Golf Strong Golf Strong好像是什麼風暴 還是什麼什麼什麼 你去查一下我忘記什麼意思 反正當初是因為這個才命名叫Golf 這個四框 沒有四框啊四框都是黑的啊 好啦全部都橡膠的 奇怪喔我覺得他們這個歐洲車啊 為什麼他們都不習慣在車頂做一個 那個倒水槽啊或是水溝 你看喔這個我覺得這個水難道不會 不會像那個之前十夠台一樣 它滴下來 就是它沒有任何東西擋著啊 你一般很多的日系車 這有一個倒水的啊 Golf其實從以前就是這樣 Golf以前喔 它最著名的就是 西柱一定要很粗 你去看每一代的Golf的西柱 都超粗的 對然後都要做得很平滑 很Smooth的那種感覺 他們習慣做比較簡約一點 不會有過多那種雜亂的設計元素 所以你看它側面的折線就是這樣 一二三 然後就沒了 好它做得很簡單 尤其白色的車看起來會覺得更加的 簡潔 那其實這一台車啊 我覺得 車廠現在越來越厲害 就是每個人啊要把預算 成本預算放在哪裡 每家車廠做得不太一樣 比如說啦 我覺得這個就比較粗糙一點 它的這些水切跟窗框 我覺得就是比較省成本一點 但是呢你打開你看它椅子很漂亮 全部都是編織藍線 然後中間還寫一個藍色的R的這個賽車椅 而且全部都是打洞的 然後平靶方向盤 也有藍色的四框 中間有一個R 那哈曼卡的人都是選配的啦 當初這個車主好像都沒選 就是照它原來的樣子 那時候最多人選 抬頭顯示器哈曼卡的 那都是這種選的 那這台車就都沒有選 那門板是一樣喔 這都塑膠的 這兩塊是皮革 其他塑膠 這裡剛好有一個非常適合我放水壺 然後你有沒有發現 它這個電動窗的開關變得好小 這個電動窗開關啊 整個size全部都縮小 超級迷你 這個座椅的話呢 只有這一項是電動座椅 我跟你講那一項還用轉的 副駕駛座還是轉盤 椅背 我現在有沒有譁會 到底為什麼他們那麼堅持 一定要用轉盤調整椅背 轉盤調整椅背 是從小的夢魘之一 你知道嗎 以前我還是小時候 小朋友的時候啊 我爸開歐寶 那時候叫Cadit 它的椅背就是轉盤轉的 那個小朋友轉不動 而且大人轉也很辛苦很累 反正很難轉就對了啦 那個轉盤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它用二三十年都不改掉 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好不好 求解 他們想要省錢用手動沒關係 它也沒有研發其他 更方便的手動方式 都沒有 它就轉盤一路堅持到現在 我也不知道在堅持什麼 然後呢 我們上車來看一下它的介面好了 來吧 它的鑰匙非常帥 這鑰匙啊 看起來讓我以為是B&W可以滑動的那種 你知道嗎 有觸控的那種 對啊 還是跟那個什麼 外面的一樣是按鈕三顆而已 那我們先把它發動 介紹一下它這邊的介面 左邊都是你的跟車的介面 全速域的跟車系統 右邊呢 就是你的資訊窗儀表的調整等等 可是我覺得 有一點我覺得很鳥欸 它這螢幕很小 超小 它的框做得這麼粗喔 你看喔 比想像中小很多對不對 正常我們以為這個面板 應該是要這樣一排 有沒有很帥 對可是它這個真的 不知道 看起來就覺得 比我想像中小 看到食品之後覺得 真的很小 我在猜會不會連Core Plus都比它大 Core Plus有的中間 這個可以看到倒檔的你知道嗎 倒車型 對啊 搞不好比它大會不會 應該有大喔 然後這個左邊呢 這邊就有一些大燈的控制系統 前霧燈後霧燈 都在這個左手邊 都是一些按鈕的 那比較特別 它這一代就是 它這邊呢 有一個快捷的 你可以用滑動的方式去調整 你的溫度 還有一個蠻厲害的就是 方向盤加熱 這邊有一個方向盤加熱按鈕 按下去 方向盤熱暖器已經開啟 然後這左手邊相對的位置 跟方向盤加溫的這個 相對位置 左手邊就是R的按鈕 按下去之後呢 你就可以直接跳到賽車模式 但是呢 我自己用覺得啦 我自己在按這個 觸碰按鈕過程中 它雖然嘗試著做一點點的 回饋的感覺給你 而且你按下去是會有重量感 但是其實 反應是偏慢 我覺得這一台車有很多 很特別的地方 包含這個天窗 它都是用撥的 它的天窗也是用手撥的 燈更屌 燈是直接按燈殼 我覺得還蠻多蠻特別的設計 然後這邊呢有一個Golf的字樣 加一個無線充電盤 而且啊很可愛 它無線充電盤做了一個蓋子 然後它的這個空條的出風口 是設計比較低的 正常車至少都會在這個以上 你看它全部都做得像出風口的樣子 可是其實出風口只有這兩個地方 所以它為了這兩個出風口 把這個四條整個延伸 好中間有一個杯架 那杯架還有一個按鈕 按下去它就會變成圓的 可是彈出來很帥 收進去很麻煩 好所以這個回去的機制比較不完善 這九二九四有可能會掛點 你看這個轉盤 我剛剛講就是這個轉盤 圓的轉盤 超難轉 但你現在來拍它對不對 你過來一點 然後你用左手去轉 我看你轉不轉還動 沒有 有點力喔 超慢對不對 而且要出力對不對 要出力 這小朋友轉不動對不對 應該不行 對啊這小朋友轉不動啊 我以前就覺得 我小時候我就覺得很討厭這種 這一種轉盤式的椅背 沒想到從我小時候到現在還在用 屌了吧 好我去坐一下後座 走 三區恆溫空調系統 後面這邊 也可以調整你的空調出風口溫度 後面的椅子也一樣 旁邊有這個類似Carbon的花紋 空間上面呢 因為它有剛好到要收尾的地方 所以再加上說 我在猜它這裡有一個距離 好像是在收遮陽臉 所以它這個板子特別厚 感覺有一點壓縮到我的頭部空間 頭部空間剩下一顆拳頭 好這邊感覺有點壓縮到我的頭部空間 那基本上 腳部空間我是覺得還OK啦 你前面178公分 後面坐178公分 還可以舒服 坐姿其實還算滿挺的 好它椅背 其實這樣看就看得出來 它椅背其實坐得滿挺 它椅子有坐一點點的 往後傾斜 好所以你坐的時候呢 你會自然而然的 你的腰部背部會貼在椅背上面 空間表現我覺得算是標準 沒有說特別的大 但後車廂空間就真的滿大的 其實以旅行車來講 好像表現就差不多這樣 不是嗎 然後它這邊也有兩個 這個快速傾倒的 這個我們Code Plus就有了 其實Code Plus 2007年的Code Plus就有了 就有這個快速傾倒的 好那另外一個 因為它現在已經沒有備胎 用補胎劑 所以它下面這個空間其實也很大 超深 還不錯 我們看一下引擎試好了 好不好 好重喔 這蓋子超重 來阿丹你來 我要放囉 你OK嗎 好 好 你放 我放了啊 真的很重 很重對不對 很重 這個引擎蓋也太重了吧 太寒了 再來一個沒有撐桿 喔 好重喔 當然我們這個是專業的頻道 引擎蓋的重量不代表車子的安全性 只是我在講說它蓋子很重而已 還有一個引擎護蓋交車的時候 被收回去了 好因為它引擎護蓋也有召回 它的材料有問題 擔心會引發火燒車 所以交車的時候 就把它引擎上護蓋 回收了 車主等到現在 都還沒有等到 原廠通知它回去換 你 你覺得這有點誇張嗎 我買一個東西已經買了 快一年了 你欠我的東西還沒給我 新的呢 你如果買一間新房子 他要先交屋 然後說不好意思喔 因為我們馬桶 有這個問題 有安全疑慮 會爆炸 會把你屁股炸爛 所以我們先幫你收回 好我們再補一個新的給你 然後讓你八個月沒馬桶 你受不了 所以我是覺得 我不知道什麼缺料 什麼原因 我不知道 但我覺得應該盡快補給顧客吧 好然後這個 當初是EA888引擎 第四代啊 經過調整 七速四手排變速箱 那這個引擎也不用多講了 應該改良改良再改良 改良到第四次了嘛 那變速箱我相信應該 到現在也有一定的水準 所以待會呢 我們就上路開一下 看看這台車 這個現在最新經過 四代的引擎 跟我們這個 經過改良的變速箱 跟它的軟體的搭配 到底開起來怎麼樣 出發 期待 給它按下去 走 好 我現在是用舒適模式先開 我跟你講 我終於有機會買到這台車 那時候這台車剛開始交車的時候 你知道我的那個FB啊 多少人在打卡 多少人在說 喔我終於交車了 搞得好像 蔡奇亞利買菜一樣 一台車兩百萬大家都買得起 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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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 這台車我剛過一個汪我就覺得 它比較沒有那個貨車感 它的輪噪聲好大 轟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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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轟 人家開不習慣的車 對不對 由我們來接手 你知道我上次 我們一個客人有沒有 Suzuki的車回原廠要保固 有沒有 那個原廠講得多那個你知道嗎 他說你比較倒楣啦 因為原廠想要推嘛 你知道嗎 他就跟客人講 他說哪有人那麼新的車 我那時候賣給客人五千公里的車而已 哪有人那麼新的車價會賣 你一定比較倒楣 那個車一定是有問題才會賣給你 我灰去 打針打到我這邊來耶 不是重點是 這個世界如此的遼闊 如果常常在看我們影片的觀眾朋友就知道 我們有多少很新的車在賣 甚至老闆都自己還會去買新車來 然後折價賣掉 怎麼會沒有 超多的 我們店裡還有一個BZ4S紅色的 還沒賣掉 還沒賣掉 也好像跑一千多而已啊 還沒賣掉是什麼意思 你沒有每天看到他嗎 很多啦 這個世界如此遼闊 你永遠都猜不到好不好 標籍賣掉 還不習慣賣掉 人家撩個二十萬兩兩的 雖然再來車還沒有撩二十萬 再來車可能撩個十幾萬而已 這兩年的經濟市場特別奇怪 我第一次聽到它車子還會保值 就疫情這兩年而已 然後再將車一直漲價 你知道為什麼它只折十幾萬這麼少嗎 因為新車又漲了 新車現在買你要兩百一十四萬的樣子 原本多啊 我記得最早最早一九九 最早訂了一批 我印象中記得沒錯的話 它訂價好像是二零二啦 但我記得好像一九九就可以 印象中是這樣 好不好 有錯誤情之證 這個是四輪傳動的喔 馬力是三百二十匹 四十二點八公斤米扭力 但是呢 底盤的噪音真的非常的大 絲毫不像兩百萬等級 應該要有的 還有風切聲也超大 頭頂風切聲超大 噓噓嚇了 這個隔音讓我覺得有一點 覺得不太理想 那再來的更車是全速域系統 好像靜止十秒內就會自動再走 對不對 我記得它之前是三秒吧 這一代變成說你停下來十秒 底內它都可以自動再幫你啟動 好我要按R了 我要按R了 它其實它用這個舒適模式開起來 已經非常的順暢 而且會讓你不自覺想要把油門踩深 按下去了 耶 賽車模式 噢 噢聲音不一樣了 聲音不一樣了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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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可以玩一整天 VW的車一如往常 開起來結構非常的完整 讓你覺得自己就是一個大鐵塊 全部都連在一起的大鐵塊 再加上說它的這個320匹的馬力 不讓你覺得說你是一個很重的車子 所以開起來是很輕鬆 然後四輪傳動再加上它底盤的設計 真的在過彎的時候 我不覺得我的車那麼長 這是真的 之前在開Mario的時候 或者是開科P那個車也是 你會覺得自己很長 但這個車我在過彎的時候 我不覺得我自己很重 0-140.9秒 它的油耗平均13公里 四驅四十 高速16 表現不算好 不過這個給我開應該很低 因為我應該會一直開S 跟我那個Mazali一樣 我S應該會一直開著 而且它這個懸吊很明顯的 開了S之後變硬了有沒有 它這個是這個運動化懸吊 動態底盤 變現器很明顯就變硬 然後你的方向盤也比較重 比較重 這不會跳啊 為什麼人家 他說他老婆覺得跳 它雖然有支撐性 然後底盤變得比較硬朗 但是它過坑洞不會讓這個 坐在裡面的乘客覺得說 好像整台車上會有上下彈跳的感覺 我是覺得沒有 我是覺得有耶 你覺得有喔 你覺得會上下彈跳嗎 不會啊 我覺得這很好了耶 還是因為我最近開貝亞特500 可能開的人跟坐的人感受不一樣 可是有些車我連開的人就不舒服啦 但我覺得這個彈跳算還好耶 我那麼care彈跳的人 來囉 你看這個彎 喔喔喔喔喔 有嗎 嚇死人 好快喔 我是順順的踩 所以螢幕中不會看到我們有貼背感 它就是我沒有一次重踩到底 所以我讓速度是穩穩的慢慢的加速 可是這台車的過彎我真的覺得超屌 旅行車可以坐到這樣過彎真的很厲害 啊我知道因為它四輪傳動嘛 然後方向盤的手感喔 因為S已經變重了 但是對我來說我覺得還是滿輕的 難怪這個車這麼熱嘛 因為你要花200萬 要買到一台又兼具性能 然後這個又兼顧到家庭的使用 老婆小孩按個舒適模式 舒適模式其實開起來就算順順的開 而且我現在其實這樣S檔在開 我是還沒有遇到覺得什麼很特別的渦輪磁質感 我是沒有開到的 這個它在加速當中喔 它那個加速的感覺啊 讓我有一點回憶到以前開A4 Avant那種感覺 四輪傳動A4 Avant那種感覺 循跡性非常好 它就是穩穩的四個輪子扯著你一直往前 加速非常的快 但是我覺得它變速箱的設定更加聰明 我現在在下坡當中喔 它的那個轉速的控制 檔位的設定 跟我所有的再加速 它都沒有讓我感覺到有任何的渦輪磁質感 不管我從什麼時間點介入油門 它都幫我維持到最好的一個加速的狀態 我覺得摸方盤這種棒裝物熱熱的有點奇怪 真的啦 我生命中沒有用過這種東西 然後突然覺得這個一根棒子 古道熱場 我沒有問題 等一下我先把它關掉 沒有就怪怪的 剛剛忘記講到一個 它這次用的輪胎 手批的輪胎用的是韓國胎 然後後面的都是用普利時通的 現在的車廠都有時候這個胎搭配很奇怪 我就講過很多次了 我的賓士那時候交車竟然是登入普通胎 德國車用韓國胎 德國車用日本胎 都已經不是什麼稀奇的事情了 那可能不知道是成本考量還是怎麼樣 其實Golf的車子我從早期 2代、3代、4代、5代這樣一路開過來 我真的覺得它的一個精神都一直有傳承著 我以前最喜歡的一張圖片 外面應該都買得到那個海報 就是把Golf從初代 然後一路車頭跟屁股一路拍下來 我覺得做車就是要這樣 你要一直保留它的精神 雖然你一直改款 添加了很多科技 新的科技 但是你就是要把它最原本的精神保留下來 那對於Golf這台車我覺得它保留的最精髓的幾個精神 一個我覺得就是它的外觀 我剛剛講的簡潔性 還有一個就是粗壯的C主 再來一個就是它開起來的感覺 就是一個非常的堅固、剛硬的感覺 那坦白說我一直以來 比較少長時間擁有過福斯的車款 唯一我記得以前小時候 年輕的時候 擁有過比較長時間的車款是Polo 應該是6N 代號是6N 手排的Polo 是算擁有的時間算是蠻長的 那也真的有花時間跟精神跟金錢 在手排的Polo上面 那短時間擁有過這個3代的Golf 4代的Golf 那我覺得它們都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非常的堅固 所以你會非常的有安全感 到了這一代我覺得還是一樣 還有一個廠牌的車開起來 也有類似福斯的車 有這種剛硬的感覺就是Volvo Volvo開起來的那個 整個大鐵塊的感覺也很明顯 完全就只有硬而已 它不是說喔 你在看到一些事故的照片 然後Volvo傷的不中 然後你就說哇Volvo很安全 不是只有看起來安全 摸起來安全 或是你去瞧瞧它的板筋 看看它的結構 覺得哇這很安全 不是喔 是你連開起來都很有安全感 它整個這個車做起來就是 連你開的人也都開得出 這是一台有安全感的車子 所以這是每個車廠做車的那個 習慣不一樣 現在是舒適模式 你覺得變身器有比較舒服嗎 有啊我覺得很明顯 好那就代表它的這個 底盤的改變是明顯有感的嘛 它的Auto Hall 也是你只要一停下來就 鎖起來了 為什麼大家都不做身踩煞車再鎖起來 因為覺得你太費力嗎 你說踩一下太費力嗎 對啊 欸還好吧 欸它怎麼知道要發動呢 它知道前面車怎麼了 是這樣子嗎 應該是喔 剛剛不是我產油門的喔 它自己發動的喔 有這麼聰明嗎 真的假的啦 前車死離 自動發動 我不知道喔 呵呵呵要試試看喔 我不知道喔 我想試一下這個 有沒有看到喔 現在 我們現在有拉煞車的 熄火了 等一下如果綠燈它會自己發動嗎 我們不要動要不要 你這麼聰明嗎 我不知道 試試嗎 我都沒有做任何動作 現在我腳也沒有踩煞車 真的耶 真的耶 前面的車開走它就發動了耶 現在這麼聰明喔 科技在進步 他大概快變老人了 你不知道 前車死離 自動發動 你在試一次嗎 對啊我現在沒有 我現在一樣啊 沒踩啊 現在是熄火狀態啊 沒動啊 很乾淨啊 一定是啦 我剛剛就有這種明顯感 好要走囉 欸沒有 沒有啊沒有啊 看 到底有沒有啦 這次有沒有 可能離太遠了 我們這才 太有趣了 欸好啦 還沒分享價錢對不對 在前一集我們就跟大家分享喔 這台車我們購入的價格是185萬 那這個明顯是高過行情的啦 我相信消費者 如果你們在看上一部影片可能 大家都已經講過一輪了 是有人這樣說啦 我有同行人說 這個車可以賣到190幾萬 因為現在新車是214萬 所以說 買190幾萬的人呢 他等於還是跟新車有 折大概20萬的價差 大概10幾萬到20萬的價差 那再加上這個車 可能沒有那麼快 有得交車 所以說可能有機會賣到190幾萬 我不知道 反正我們這個到時候上架 一定190幾萬 因為我買185萬 好不好 那喜歡影片記得訂閱 分享留言 開啟小鈴鐺 掰掰 那這個牌檔我覺得做的蠻特別的 我覺得算方便啦 因為其實 你簡單講嘛 你一個BMW做一個那麼長 那其實也是這樣推 那他只是把它做短 造型做不一樣 做的像一個舌頭 有的做轉盤嘛 這就是現傳嘛 所以其實現在很多的牌檔 都是這樣現傳的形式 只是他還是習慣把那個桿子做的比較高 他比如說他要做一個小方塊 也可以嘛 對不對 他要做一個小痘痘 也可以嘛 這樣一個小痘痘 然後你這樣弄他一下 這樣也可以 隨便你要怎麼設計 你也可以把這個拿掉 你把這個蓋子拿掉 隨便做 你把這邊做一隻皮卡丘 在這邊也可以 你只要把這個外面框拿掉 弄一隻皮卡丘在這邊 你就可以推皮卡丘 就可以拿到 套什麼都可以 對啊你套什麼都可以 你只要把這邊框拔起來就好 有的那個手牌是一個假屌 有沒有 嗯 你知道 我真的有看過 真的有啊 我會不會唬爛 只是拿起來觸感很奇怪 軟軟的啦 哈哈哈哈 有時候開山路開比較激烈 還會噴水 哈哈哈哈 不會嗎 沒有這個功能 有時候看的比較激烈 一直打一直打 一直打 打到最後 車子就 哈哈哈哈 不然這樣下次我 那個啦 做個企劃把泰山的排行感變成夾條 泰山那個大根 大根的夾條 你去買美國size 也可以喔 讓他上車就有一點夾條 幫他上路滑移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還蠻酷的耶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奉技方向盤 唯一有溫度的改裝品